到最後結局怎樣呢 因為狗將牠拼在地上 拼了隻老鼠 誰知狗在地上 雖然老鼠雖然捉不到牠 但老鼠雖然走過馬路時被車載死了 其實就是因為這件事 他又說出了當時一宗什麼新聞 我覺得很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新聞攝影裡經常說 其實你在現場 你不是想著 譬如我來採訪 我就是拍誰 賀偉 這樣就拍著賀偉 我問他為什麼你拍到這麼多 這麼獨特的Angle 和一些衝突的場面呢 他說原來 我相信很多做新聞攝影的人都可以參考 他說 你要用腦子的 你不是夠快按那個Shutter 即是按外快門 快定慢 而你用不用腦子 就是你去到現場的時候 你要讓人多想幾步 他有一組照片很有趣的 拍攝這個英國外交次官 當時剛剛開發天水圍 來訪問 那些天水圍的農民就去示威 準備什麼呢 就是他出來的時候向他示威 但是其他攝影就是拍著 因為那個主角來的 那個外交次官 蓄擁著他拍這個外交次官 但是當時他已經想多幾步 就是示威的人會做什麼 而他發覺其中一個示威者 就帶著一龍鴨 在身上 一龍鴨 他當時就想 你為什麼帶著這個龍鴨 你走來示威就示威 拿著龍鴨做什麼 他就很明顯猜到 就是當外交次官出來的時候 他這龍鴨一定是有用的 這龍鴨一定是用來示威的道具 一定有用的 他就放棄了不去拍那個主角 然後跟著這個龍鴨 跟著這個龍鴨的主人 結果他真的拍得到 就是他準備擲鴨出來的時候 然後那些警員走上去捉那個場面 就是那個混亂場面 現在只有他拍到 他就說如果你是有新聞觸覺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你其實只不過是你的腦袋裡面 被人多想幾步 去想像一下那個場面會怎樣發生 那你自然就拍出來的東西 就會被人豐富 還有捕捉到一些 因為我經常問他 為什麼你要捕捉到這麼多這些衝突的場面 那他就說 其實就是這個新聞觸覺就是這樣鍛鍊出來的 最終都是你怎樣想 就是那個思考 我相信今天特別是 已經我們拿著手機都可以 一邊按著他就可以連續拍攝的話 那個技巧已經 分野不是最重要的 實際上就是你的想法 最大的分野就是那個想法 他裡面有一張人物相 後來我在蘋果日報的《果子》的副刊 介紹他這本書的時候 也有用到 就是他拍攝1984年 李嘉誠的頭地 他就說當時他就在現場 就見到當時的另外一個就是順和的王志祥 很年輕的那個年輕人 就舉手頭地 他見到李嘉誠進來 很多人就不為意 但是他就立刻退後一步 退後一步 因為大家都會拍著舉手那個 其實是拍著王志祥 但是他見到李嘉誠進來之後 他立刻退後一步 意思就是把角度拉闊 將李嘉誠進來鏡 對 將李嘉誠變成被拍攝對象的一部分 所以你見到李嘉誠的照片 就是這樣籌隨滿致 翹在手上 翹在手上 我知道我得硬 對 我得硬 另外就是那個年輕人王志祥 就舉手了 跟他爭緊 一個就這樣翹在手上 即他的意思是 我不去到最後一步 我都不反擊 我為什麼要在每一口架 和你爭辭 我豈不是有得你出 出到最後一步 都是我的 我一下拼取 那你就玩完了 所以我就說 這個就是你看到的 一個攝影記者 現在大家在螢光幕裡見到 那張照片 就是李嘉誠 繞著手 籌隨滿致的樣子 我覺得很捕捉到 李嘉誠以前的人 那種如日中天的感覺 因為八十年代初 就是他崛起的時代 其實發展得最快的時候 所以另外我覺得 有很多重要的香港事件 很多人都沒有記憶 但是在喬叔一直說 他的新聞攝影裡面 就會出來的 譬如什麼 越南船民 匯豐號和天運號 兩艘貨櫃船 載了大量的船民來到香港 是進不了 而當時的人在船上跳海 第二樣是什麼呢 六十年代內地的大逃港 就是因為文革等等 沒有得吃的人 來逃亡香港 他就拍到很多 關於當時的英軍 怎樣去抓他們 他們怎樣進入市區之後 去申請身份證 在身份證裡面 全部都是人籠 這個情況 我想這些 包括六七暴動 包括補吊 其實每一件事 都在反映香港和內地的關係 你很多時候 不是現在的年輕人 都只是說 那些事實 的而且確 一件一件 在歷史裡面發生的 而我相信 在將來教授的香港歷史裡面 這些事情會抹去 因為這件事是不光彩的 你想想 幾十萬人逃亡來香港 香港這麼小的地方 是設立了這麼多難民 包括內地來的難民 包括越南來的船民 當時香港人 從來沒有排斥過內地來的難民 游水下來 例如肥佬黎也好 劉夢鴻也好 都是那個年代游水 大途港的時候游水下來的 然後 你看到一張一張新聞圖片 才會感覺到香港社會的轉變 所以說消失的檔案 不是在於 刪除了資料這麼簡單 而是你將整整一代人的記憶抹去 變成我們對香港過去 我們不能夠分分自己的歷史 其實根本上就不會看到香港的將來 因為我們很多事情 其實是從過去一直發展出來的 一直形成過來的 如果我們不是從昔日的新聞 其實就變成今天的歷史 如果我們不是對 以往發生的事有一個認知 我們又怎樣可以今天去面對 香港甚至是世界其他地方的事 即發生的事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能夠有能力去應付到 在我們身邊發生的事 很多時候都是要憑 以往的經驗 以往的教訓 去面對那個環境 因為年青一代很容易 是什麼呢 它根本上中間那段是空白的 它一一認識的就是 1997年之後的香港 然後它以為那些事情 由零到一百 可以一秒之間發生 今天做完之後 明天就有成果 又或者反過來 我們會盡信傳媒 原來當你發現 其實幾十年前 已經能夠打電話給老總 已經可以把照片抹掉 所以千萬不要再想著 這麼天真 現在我們有這些媒體 所以可以這樣 我覺得這就是從過往的歷史 原來在1957年的時候 已經為你影師老婆 已經可以打電話給老總 1971年 對不起 1971年 已經可以打電話給他 你不要推出 因為那張照片 我們拍到他打人 這已經不是今天的事 而只不過是今天 可能是更加明目張膽 就更加… 摘基記者 是的 甚至就是將那個新聞 那個… 那個綜合性已經沒有了 是完全有自己的取態 我在溫哥華 和喬叔聊天的時候 再對比香港 今天主流媒體的那種墮落 我覺得現在的情況 是比六、七十年代更惡劣 為什麼呢 就是現在 六、七十年代最多 就是說 有些事情 因為政府 政治敏感 政府就叫你 不要說那麼多 不會將他黑白是非顛倒 你看到現在TVB 剛才我們一開始所說的 公務小組的拉布新聞 基本上是將是非黑白顛倒 那個小組已經解散了 在九月立法會重新選舉之後 才再選主席 由九月選完主席到現在 只不過是有三個月的時間 然後變成一個拉布拖延市民 建不了公屋 然後三年上樓變四年上樓 你覺得有沒有搞錯 這個連common sense 都已經知道這是假新聞 其實是 再加上你看一下 左派暴徒在機場襲擊羅冠聰這件事裡 他居然可以用新聞來為左派暴徒申冤 就說左派暴徒是因為警察受泛民的壓力 所以才拘捕他們 那些東西都拍了 羅冠聰的傷勢 大家已經有目共睹 對不起 現在是有iPhone這件事 有Google大臣這件事 一說謊 做過什麼 其實一看就知道 所以我就說 這個情況 不會 只會主流媒體墮落的程度 只會加速 甚至是變本加厲 但是你說是不是這麼悲觀呢 我也不是 正正是因為 那些人越來越不相信這些主流媒體的新聞 你看到現在 文匯大公 升到 全線這些所謂的建制派的媒體 幫林鄭唱好 結果林鄭的民望越低 因為同一個系統 曾經唱好過梁振英 當日也是力挺梁振英 認為他們會連任的 現在又說已經陰點了林鄭 又是同一班人 還要幫他吹噓他如何這般地有政績 過往為香港做了什麼事 但是當大家稍微回一回帶 你會想 不是的 當日你說要一套法律 無論是市區或者是新界 同一套法例 同一套法例 佔建問題 就要一時同仁 那為什麼 轉頭 完全沒有問題 你那個所謂七百呎一層三層的丁屋 現在是公然去買丁權 你之前說去僭建不知多少層 由三層變成四層變成五層 你說一套法律一定會嚴厲執行 一定要清拆 後來由這個清拆 去到叫大家登記 容若登記 即是可以讓他們興建 然後就說 給他們一段時間 將這件事處理好 由這個登記 到現在到不了了之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到之前 上一屆政府的時候 我記得林鄭接受《蘋果日報》訪問 就在那裡更煙 就說我一定不會選 因為我需要這個肩膀 我記得是這樣說 我需要這個肩膀 誰知道這個肩膀 由這個倫敦 這個肩膀移到北京 去了吸霧賣 我會想 為什麼這些所有事情 好像 這些左捕完全忘記了 或者當香港人失憶 你自己失憶 就不是香港人失憶 就算我們這些不好記性的人 都記得 你曾經不是多久以前 你才說過 以前我覺得這樣 你真的可以把檔案消失了 就抹去記憶 但是我想自從 真的要多謝美帝 發明了Google大臣之後 發明了社交媒體等等 其實要抹去的東西很困難 甚至 因為你一打林鄭新界遣見 那些東西就出來了 你記得六八九 最近不是說謊 這是六千元事件 對 六千元事件 即是暗插 他也不是那麼困難 他就說 明插 我怎麼會跟阿婆 有需要的老人家去爭 爭資源 我為什麼還要去拿這些錢 你說 全民去派這個錢的時候 我就沒有拿 他忘記了 其實當時他自己說 拿了這些錢 就捐了 跟文匯報說的 當然 這樣一個血淋淋的說謊 即場被人踢爆 你就會想 其實大家都不要小看新聞的重要性 你有沒有看林鄭今天 不懂得用八達通的那段片 要別人教她怎樣 她不懂得過 直接呆在那裡 你明不明白 究竟她是否假設 對完之後 那部機器會自動貼近她 給她過 其實我 那個閘會走到她身邊 其實我 我又不是說要幫著她 但我其實是給她一個 其實這個是常理 一個正常的身體反射 就是 那就可以走過去 就算你說你現在在香港 過身份證的事情 那門打開 就走過去 或者他習慣了 有人會告訴你 司長請走 不是 你錯 因為為什麼 他以為有機會發聲 不是 是因為他們出入境的時候 有特別的通道 根本就不用過閘 他們不用過的 他們拿了一張 身份證 給了他們的AO 就已經有人跟他們辦理了 他就在一個不知道什麼 VIP房裡等上機 直接走 因為貴賓通道過了 他不用過那些機 我覺得 就算任何其他事情 我用一個很普通的常理 你說你任何的地方 當你聽到那一下 其實正常就向前走 你不要說香港 你不要說什麼 你在外國 都是有這樣的事情 我不相信 你去到當地 你入境 你不用 以前 當你出現了這樣的 蝦漆狀況 你就很簡單 首先 現在很簡單 其實本來 打電話給TVB 叫他不要出 剪走那段 只剪走那段 只用喝奶茶 和街坊在這裏 自拍那段 那就行 袁志惠一定會服從 當然 他現在都服從 那幾份報紙 最重要是沒有有片 有報紙不重要 因為那個膠樣 是在片裏看得最清楚 還有你硬照是拍不到他膠 你只是覺得他在考慮 停了就停了 你不會看到膠了 是輕了 機站在那裏 就算是膠了 譬如可能 控制到TVB 控制不到有線 有線出了也好 不是那麼多人看到 但現在不是 現在就是 有線反而少人看 有線那段片上了網之後 就多人看了 那一聲就散到一地 等於葉劉的棺材一樣 那一聲就散到一地 所以現在叫做 好事不出門 壞事全千里 正正媒體發展到今天 就像以前那樣 我把暴動的檔案全部刪除了 那些新聞紀錄完全沒有了 現在已經很難發生 這件事已經是 所以我就說很多人 他還以為自己可以 用自己的官威 或者政治干預的手段 來控制媒體報道什麼 或者不報道什麼 這個是很錯誤的想法 即是說他連過去 六八九死什麼 死因是什麼 他都不清楚 六八九政府 控制香港媒體的力度 是有史以來最大 我可以這樣說 甚至是比大輪子年代六七暴動的時候 殖民地政府更加大 因為當時殖民地政府 仍然是容許左暴又日罵他 到最後你放炸彈他才拉人封艇 所以你想一下 現在 你不要說 什麼 除了蘋果 其他那些全部 現在還加上成報 當然 01就收拾了 不是收拾了 那些印刷版 這個也是剛剛出的新聞 原來這個香港01 不再印了 印報紙 其實它的頭尾有沒有三個月 我今天就不知道 匿法奇想 買了一份 他什麼時候停了 我看出了三十幾份 三十幾份 一個星期一份 一年都沒有 一年又五十幾個星期 我想出了大半年 今天就停了 最後一期 OK 我們又覺得奇怪 現在最如火如吐 這個時間 應該紅紅 我初時估計 應該可以捱到三月 正路都捱下去 你現在這幾個月很關鍵 但很慘 我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最後一期 就是幫胡蘇仔做宣傳 那張大照片 就是胡蘇仔競選 宣布參選記者會的照片 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即是 究竟是不是一個指標 現在很害怕 因為中聯辦酒會 除了成報不能入 香港01都不能入 網媒 其實他不是他印刷媒體 他印刷媒體 那他什麼解釋 不知道 總之就是不聽話 但我覺得現在 很多人忽視了這個情況 媒體的平台是不值錢的 真正值錢的是內容 是你的觀點 你的觀點究竟在哪裡發佈呢 我覺得是無所謂的 譬如你見到我們有時候 有時候在Audio Streaming 有啦 即是我們的節目 在YouTube有啦 有時候在Facebook的平台裏面 最重要就是那個內容 很多時候 那些人仍然繼續以為 只要我營運的媒體 扔很多錢去打造那些 server 錄音室等 這些東西 這些就是 倒錢到鹹水海 是一樣的 因為平台現在來說 基本上是免費的 將來我覺得 現在很多都是啦 你的YouTube也不用錢 Facebook也不用錢 甚至將來都 你看看 我覺得最聰明的阿蕭 又懂得把自己的最新消息 又這麼短 可以在YouTube播的時候 可以廣告 又可以收入多些 對的 不是笑他 這個就是做生意的方法 反過來 我們都在加拿大的時候 聽眾都跟我們說 你們為什麼這麼傻 為什麼做這些節目這麼長 為什麼沒有這麼短 那麼短 我想我們將來都要準備 2017年的新節目 因為我們都會想著 如何去將一些 新一年去做好一點 所以可能要在節目的 大家給我們一些意見 其實 節目的長短 選材 topic 或者哪些類型的節目 都可以做多一點 我覺得是需要聽聽聽眾的意見 當然在加拿大裡面 很多聽眾都會給我們很多很好的意見 我們 我們真的會認真考慮 不會聽完就走了去 其實 所以我覺得 特別是今時今日這個環境 很多人說是網媒的 是很重要的 其實你看到今次的選舉 在那裡已經是 譬如很簡單 我覺得 林鄭還是用著 把嘴巴說家人怎樣支持她參選 胡蘇 就是上載了一張照片 就是她太太幫她做一個美胎 那張照片很拍出來 兩個主角都是一個剪影 其實是 看不清楚他們的樣貌 另外一張照片就是她的兒子 幫她塗一些香油在頭上 讓她精神的減壓 即是你在一個 社交媒體的年代 那兩張照片就勝過你千言萬語 那家人怎樣支持你參選 林鄭就靠嘴巴說 就告訴別人我家人怎樣支持我 搬回北京 但是胡蘇很簡單 都不用說那麼多 圖片說故事 是的 就是新聞攝影 自己做了新聞攝影 拍了 在自己的平台發佈 在自己的Facebook發佈 這個曾幾何時 大家沒辦法想像的事情 其實現在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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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是一個攝影記者的角色 不要小看這件事 一個公民的攝影記者 他們往往在一些最關鍵的時刻 譬如警察去砌生豬肉 去強行屈那些示威人士的時候 他們拍到的東西 正正就是發揮了一個 社會公義的角色 還有 在 警察來說 其實他們都有所顧忌 因為事實上在今天 一個這樣的電子媒體 根本人人都可以是記者 人人都可以舉機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在 這個過程裡面 當然他們已經去到一個明目張膽 但是當你拿出 鐵一般的事實 我現在拍了的時候 其實他 或多或少在他們來說 他們都會有故技 剛才我講一下 喬叔的Wisdom 大家都可以有些參考的價值 就是說很多時候 去到一些社會運動 大規模的街頭衝突的場面的時候 你不一定去圍罪主角人物 反而你怎樣去想多幾步 跟著會發生的事情 隨時你會拍到很多 有社會價值 甚至有新聞價值的圖片 剛才我納一納到Youtube 看到有朋友問 你們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喬叔的那本書叫什麼名字 那本書我們現在有一個 copy 在手上的 叫做鏡頭下的歷史 陳喬三十載新聞圖片六 這本書其實在香港 基本上是不能賣的 根據 他是加拿大出的 他是加拿大一個 當時是一個籌款活動 不是本書用來賣 而是用來做了一個籌款 籌完的錢 做了一個經費 這本書現在在香港 根據喬叔所說 其實根本就沒有 中央圖書館有一個 copy 中央圖書館有一個 copy 當我們做完這個訪問的時候 喬叔真的跟我說 你是不是很想要這本書 我說是呀 但是我不會問你拿 因為他告訴我 他自己也只有兩本 他自己也只有兩本 我說你不要給我了 因為老人家 在他來說是非常珍貴 但是到最後 我記得我們離開之前 他打電話給我 他跟我說 我知道你很想要這本書 我說是 但是我可以回中央圖書館看 你不用給我 誰知道他就說 你來我家 我就預備了 你來拿 我是非常感謝 所以現在我們手上有一本 是喬叔給我們的 非常珍貴 因為他兩本只有一本 但是他另外有一個光碟 那個光碟當然解像度不是很高 但是我覺得 所有的圖片 就是他簡選一些 在我們的Facebook那裡 是刊登出來的 我覺得 嗯嗯嗯嗯 大家就會看到 其實 我們剛才說的那些 就是每一張的新聞攝影 那個力量在哪裡 是 很多時候大家覺得 印刷媒體已經死了 嗯 其實我覺得不是的 嗯 你看回那些舊照片 那個 你是感受到那個新聞的力量的 其實是 嗯 這件事很神奇的 我覺得 反而你在 當然你上Google 可以找到的 其實那些照片 但是你是沒有那種感覺的 就是當他印了在你面前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他那個 當時出這張照片的 那個媒體呢 是幾 就是有吉利 嗯 還有那個力量 所以大家看回頭 你會覺得今天香港 是一個 就是 是一個倒退 嗯 在媒體上面是一個倒退 結果很多時候 這些的力量 就是靠什麼呢 靠網絡上面的 就是網媒 嗯 而主流媒體呢 只會是做一些 不痛不養的評論 嗯 去操控著民意輿情 輿論 還有是幫親中的政黨 去做政治宣傳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我不覺得以前TVB的新聞 當然他的政治取態 都是比較部首 但是你說墮落到去 為某一個政黨去宣傳呢 這個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我覺得 嗯 他未必PRO民主派 TVB的新聞過去 是不是 很多東西都是幫共產黨 說話 但是你說今時今日 你幫共產黨說話 說話 和幫民建聯說話 其實是兩樣東西 是嗎 已經是墮落到這樣的地步 我覺得 這個就是正正大家看到的 這個 不是我們的香港 應該 有的 一個這樣的狀況 來的 特別是你在海外 看到這種情況 我相信他們 是特別心痛的 其實 我覺得 我自己 我剛才都講過 其實 當我在加拿大 覺得他們的中文媒體 是可以更加暢所欲言的時候 在香港的主流媒體裏面 你是覺得 好像很多東西的製造 摘色 很多的東西不可以說 甚至中間會 偏向你去別的地方 等等這些 這些 編輯的技巧 去把你的觀點 沒辦法 完整地表達出來 你想想 這個 我相信 是 令到人家最難受的地方 你可想而知 跟著那些人 那些受眾 是否同樣覺得很難受 為何看無線新聞 看來看這些東西 還有覺得 有一種精神分裂 你覺得 這件事明明 我自己的看法 不是這樣的 但為何它報出來是這樣的 你會質疑自己 究竟是否我的觀察是有問題的呢 當我看到這件事明明 最低限是我自己看到的事實 和你報出來的事情 是不符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想 究竟發生什麼事 為何他們會用這樣的手法去報 而最難受的地方 當我們去到加拿大 跟很多朋友聊天的時候 他們就說 當他們遇上一些親朋戚友 是用一種隔岸官夥的態度的時候 他說根本最難受的是什麼 根本就不可以跟他們 不要說 他簡直是反抬鬧交 但當他們看這件事 事實不是這樣的時候 但原來他發現身邊的人 好像把自己變成一隻外星人 我覺得也不需要太氣餒 當然 只不過因為過去香港人 很少跟自己很親密的人 談論政治 現在是迫到大家要談的 就算你說 應不應該提名胡蘇仔 或者林鄭好些 還是曾俊華好些 其實這些其實大家都要談的 因為政治是在我們生活裏面的 如果你不要以為 我們低頭什麼都不理的話 政治戰是不是搞得行才行 是不會的 這件事是 正正香港過去搞得行 你就說外判了給英國人搞得行 終於搞到今天這樣 但你現在反過來 外判給中共搞就搞不定 其實他自己都搞不定 何況香港搞得行 一個這麼先進的城市 他搞什麼衰什麼 你看到現在幫林鄭助選 就越搞得林鄭就越臭 那股糯味已經是出來了 變成一個利益集團 大家將它變成一部 林鄭許願樹 將東西掛在他的身上 曾幾何時 一個形象比較好的政務官 搞得現在都臭了 有異味的其實 所以你想一下 這些就是 你可以這麼說 共產黨可以這麼說 在很多這些比較需要 一些所謂的技巧 在一個比較sophisticated的地方 它是未到的水平 它仍然是一種很粗暴 不文明的手法去做事 正正是媒體的監察力才是重要的 但現在反過來 它連主流媒體都用一種很粗暴的方法 將它轉變成為一個宣傳機器 所以我覺得最終 我們就唯有什麼呢 就是要令到自己的新媒體可以壯大 我提醒林鄭的說話是真的 她說她願意接受網媒的訪問 Joyce就WhatsApp給我 她說你會不會邀請她做訪問 我說一定會 就看她敢不敢來 一定不會理會你 看她敢不敢來 誰是你 你想想 葉劉也夠閃上去和陶傑的光明頂 你真的搞錯了 公關來的 當然 其實應該反過來 你看財子突然間借皮 對著葉劉借皮 不論因為葉劉吸引 不論因為葉劉吸引 有些人根本是無藥可救 你沒有辦法 但大家看到這是一個order 如果我們發邀請給四個候選人 你猜誰會來呢 我猜 胡蘇 胡國興 他一定會來的 葉劉呢 以葉劉那些不可以輸的 不是好打得 是不可以輸 因為她覺得我有什麼可以輸 既然如果今天 我已經被視為陪跑 我一定豁出去 如果三個來的話 那些不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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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一點也不理會 我們只要剪一個紙板人 放在這裡 你又不來 你不理會 你自己說了又不做 沒有辦法 幫你 幫不到 想一下也好 或者找人彈他 還有我覺得 我們是否應該做一個index 去做一下每一天 究竟那個支持度 現在我在探索幾樣東西 其實聽眾都可以幫忙 我們在想這件事 你認為 北京 陰典敢不敢 強行去叫選委扭他們的手 就好像現在 西環那樣瘋狂去逼那些選委 現在表態支持林鄭 是不敢的 如果你發覺當民意差距那麼大 那時候 所以我就說 現在有幾樣東西可以想的 我覺得 剛才有一個方法 請一些候選人上來質詢他們 第二個方法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 現在有一種叫做Facebook的polling 大家不明白是什麼 看看立場新聞最近做了一個 就是用Facebook base來做一個polling 那他問的問題就是 泛民選委應該提名誰 那現在就仍然是曾俊華領先的 那那個是一個實時的 一個投票的數字 看到的 那如果你subscribe 了那個service 其實是要付錢的 那就可以做一個這樣的Facebook polling 那這個在美國大選裏面 其實都很普遍的 那香港呢 這次我就看到 就不是那麼多媒體用 那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們用的話 都會挺有趣的 譬如長保健應該參選 泛民應該提名誰 甚至是可能 在某一個競選活動之後 即時做po 或者辯論之後即時做po 對他們的表現 做法的評分 是的 誰贏誰輸等等 我覺得也是做到一個叫做 即是匯聚民意 那個角色 就不只是我們說 大家都有份參與 而大家看得到 喂 林鄭是689 2.0來的 那就不只是一個人說 而大家都有 原來這個印象 是大部份的人都有的 例如我問的問題很簡單 你覺得 林鄭時不時689的化身 2.0 是的 你可以有不同的方法 是不時 是的 或者是不時不知道 沒有意見 最多可以有四個 因為Facebook裏面 你可以按那四個 一是手指公 一是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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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即是那些 即是表態 激漢 可以用那些表態 可以是 所以我覺得 我正在想著 其實這個 我也跟徐帥華商量過 其實 如果做可以 如何處理 如何可以做得好 而令到媒體 是發揮一個 在選舉裏面的 所謂民意監督的角色 而不是純粹在吃花生 那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那就 接著應該 就是星期六 是不是連三十萬來的 星期五是連三十萬 星期五 我不知道 星期五是連三十萬 星期六是連初一來的 是的 我們連初一有沒有節目 連初一是沒有節目的 連初一是沒有節目的 連初一休息的 所以我們應該 這樣就跟大家先拜一年 我公祝大家 即是雞年 真是身體健康 可以開心心 不要再 即是 即是可以放下 去年的一切 實在很難定 我覺得就是這樣 我就祝大家 雞年就是雞飛狗走 雞飛狗走 一聽到有人疑問 就很不開心 最主要就是 洗腥狗 就是六八狗走了 這個已經一半了 雞飛 雞和鵝都是一樣 雞鴨鵝都是一樣 雞鴨鵝都是 如果飛了這些 加琴 六八狗又走了 大家有未來好的一年 所以祝大家新的一年 2001 不是2017 應該是 什麼年 雞啊 天干地支 不知道 雞年祝大家 雞飛狗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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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你是姓什麼 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 還有什麼是不管的 三不管是一個 沒有邊界沒有限制 自由自在的地方 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 文化、電影、旅遊、建築、書本 什麼都說得 星期六 四至六 三不管 我劉世良 我鄺詠宣 城寨見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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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